25年前的今天,92亿大地战以瑞士规模7.3级的强度, 西级南投7级,造成了大量伤亡,在台湾各地带来伤害。 我们怀念当天台湾人民的英雄行动, 他们坚韧不拔的经常帮助了其余危难中的社区。 台湾的伙伴包括日本和美国败前的救援队伍和紧急援助。 其中,日本是所有国家中第一个在地间当晚败前紧急救援队到台湾。 台湾、日本和美国团结一致,更加强大。 台湾、日本和美国团结一致,更加强大。 美国、日本与台湾是坚强的伙伴,我们尊重民族和人权。 三方之间也有强大的民间交流和经济合作。 透过一次有一次的伙伴合作, 日本、美国和台湾证明了团结力量大, 就在应对自然灾害的危机中,更是达到重复应征。 25年前的今天,92亿大地战以瑞士规模7.3级的强度, 西级南投积极,造成了大量伤亡,在台湾各地带来伤害。 我们怀念当天台湾人民的英雄行动, 他们坚弱不拔地经常帮助了其余危难中的社区。 台湾的伙伴包括日本和美国, 拜见的救援队伍和紧急援助。 其中,日本是所有国家中第一个在帝政当晚, 拜见紧急救援队到台湾。 我们直接与台湾的警察与消防等部门合作, 共同参与救援。 当2009年8月莫拉克台风袭击台湾时, 美国国防部长授权美军提供援助。 居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C-13栋运输机和美海军 两栖运输舰当佛号的直升机, 协助运输重型物资,帮助受灾民众。 美军也提供了挖掘机、推土机和临时救防等紧急设备。 在2011年,日本东北311大地震后, 美国发动的救灾朋友作战是全球最大的救援行动之一。 而台湾也是源自日本的最大机制者之一。 日本人民对美国和台湾声表感谢。 当时,许多台湾民众主动向日本提供物资上与精神上的温暖协助, 引起了日本全国谢谢台湾的分享。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台湾。 为了支援朋友作战, 美国派出超过两万四千名军人, 一百八十九架飞机和二十四艘海军舰艇参与311救援行动。 这次协同的救援行动展示了美、日、台之间的紧密合作。 我们互相帮助,也进一步加强了三方人民的关系。 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时, 台湾与台湾港Help口号与国际伙伴携手合作, 分享医疗专业支持, 协助控制疫情, 也向日本提供保护医疗物资。 疫情初爆发期间,我仍在台湾, 新年见证了台湾如何帮助国际社会, 令我深受感动。 台湾快速建立口罩生产能力, 成为全球最大的口罩捐赠者之一, 包括向美国真正了超过五千万个口罩。 日本和美国后来捐赠疫苗回报台湾的帮助, 很高兴能够看到日台美之间的上的循环。 我们先携手合作, 可以克服自然灾害疫情中带来的危险。 台湾、日本和美国团结一致, 更加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